自由亞洲電臺10月24日報導 本週 加拿大議會將討論採取新措施 解決受中國迫害的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問題 根據《環球郵報》報導 10月26日 加拿大議員將討論自由黨議員薩米爾·祖比利的提案 該提案要求重新安置逃離中國並在土耳其避難的1萬多名維吾爾人 祖比利表示 在加拿大安置1萬多名維吾爾人的計劃 將有助於減少目前正在中國發生的種族滅絕悲劇 10月24日 保守黨要求眾議院移民委員會考慮今年春天發布的一份報告 呼籲渥太華採取特殊措施 收容逃離中國的維吾爾人 加拿大維吾爾人權保護項目主任麥麥蒂托火梯表示 逃離中國並在土耳其或中東避難的維吾爾人總是面臨被遣返中國的風險 中國政府正試圖壓制其中的激進人員的聲音 並通過各種方式將他們遣返 中共的這種行為應該通過國際人權組織的行動加以阻止 在中共二十大的閉幕式上出現了震驚世界的一幕 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被當眾嫁走 而在新一屆中央委員名單中 團派也被全面清零 外媒目前曝光了更多胡錦濤被嫁走前的畫面 進一步顯示胡錦濤被強行帶走的原因 日前 外媒畫面曝光了更多胡錦濤被帶走的細節 顯示胡錦濤被嫁走之前 與習近平的保鏢和中辦副主任孔紹遜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僵持 胡錦濤反复想要打開紅色文件確認 但被一旁的黎戰書一再制止 黎戰書要起身 被王滬寧拉下 其中 習近平似乎親自示意 下令工作人員將胡錦濤嫁走 而胡錦濤在離場前 還想伸手拿習近平桌面上的文件 也被習近平一把押注 外界認為 會議文件可能是引發這次爭執的焦點 而這份紅色文件 外界推測最可能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 在中國國內 胡錦濤被嫁走的相關信息遭到了全面分殺 胡錦濤和他的兒子胡海芬的名字也成了敏感詞 被社交平臺開啟了評論隱藏 給有網友發現 胡錦濤參加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的畫面也遭到了官方的刪除 中國問題評論人士 歷史文化學者張天亮認為 二十大之後可能會看到習近平清洗一大批政敵 就是一大批反習的力量 而且是以江澤民 曾慶紅這個派系為主要的打擊對象 通過這種方式 清洗黨內的反習力量 最後能夠達到習近平一人獨裁的目的 但是事情到現在還沒有完 習家軍一統天下的開始 可能恰恰是他走向陌路的開始 因為物極必反 網上視頻顯示 10月23日晚間 上海市靜安區有兩名女孩手拿一條橫幅 在大街上遊行 橫幅上寫著 不要 要 而且重複了三次 女孩身邊似乎有同伴跟隨 其中一人說 我們也一直想做這個事 該視頻在網上引發熱傳 有網友說 彭仔粥之後 一波接一波 上海市民稱 現在年輕人基本上都會翻牆 無意中會看到很多消息 他們其實心裡明白 但沒有動靜 一旦碰到有問題時 還是比較有正義感 現在沒法直接表達 因為分控很厲害 只能搞一些行為藝術 或者直喪罵懷 很多人都能看得懂 路透社獨家報導 在中國工作的前美軍飛行員在澳大利亞被捕 面離引渡 澳大利亞的法庭記錄顯示 也獲得兩名警方消息人士和涉案美國前飛行員的律師證實 澳大利亞聯邦警察週五逮捕了54歲的杜根 他與同一天在那裡出庭 兩名消息人士還稱 他的律師通過視頻會議出現 杜根被拒絕保釋 並被帶到附近的巴瑟斯特監獄 一位未獲得授權公開發言的警方消息人士說 杜根是美國公民 聯邦警察正在根據美國要求 在可能的正式引渡程序之前逮捕他 美國逮捕令的細節和他所面臨的指控都未透露 逮捕發生時 在英國警告數十名前軍事飛行員停止在中國工作 否則將根據新法律以國家安全為由面臨起訴 澳大利亞也在調查有關一些前戰鬥機飛行員已被接洽到中國工作的報導